各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华严经200问第80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福藏 这个福藏这两个字呢 是福是潜藏的意思 藏是保藏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明中的大富翁 佛陀他在三千年前 佛提树下觉悟的时候呢 他就讲 奇灾奇灾 大敌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无量无边的潜能 可以成佛的潜能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这是天下最大的宝藏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自己是这个人间的至宝 所以我们始终就向外追求 而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知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开发自己的这个宝藏 这有十种方法 那这十种方法呢 就是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自己可以成佛的这一个事实 佛陀在三千年前他观察到了这个秘密 所以他告诉大众 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在《华严经》的整个修行里面 从建立对自己的信心 那信心要怎么建立 从认识自己 观察一切法 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十种符藏 第一 知一切法 是起功德行藏 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修 也不知道修行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听闻佛法之后呢 开始发现原来佛陀的教法 它是一种观察的智慧 当我们能够用智慧 用一个没有执着 没有立场 没有分别的角度 来看待一切法 你会发现呢 一色一香 都是佛陀在演说妙法 以前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诗 就是他有一天呢 住在道场里面 听到这个窗外 有潺潺的溪水之声 他突然呢 就有所领悟 他说 牺牲便是广长蛇 山色无非清净身 牺牲 这个潺潺的流水声 其实就是佛陀演唱妙法的广长蛇之音 佛陀有广长蛇像 就是所有的法 他其实就是随类而解 应该要听到什么法 他就会听到什么法 所以一切众生 他有得度的因缘 佛陀的妙法都可以让他成就 这牺牲就是佛陀的妙法 山色无非清净身 我们能够看到 山间的田野的风光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一切都是佛陀演唱妙法 我们就会看到佛法 在生活的细节当中 所以知一切法要起功德行脏 当我们能够观察 能够正确的选择 自己适合的方法来修行 你就会发现 随时都可以修行 过去在唐朝有一家人 他姓庞 是庞居士 庞居士 他们所有的家人都在学习佛法 是马祖大师的非常重要的入室弟子 那有一天呢 庞居士就很感慨 他说 修行真的是很难 他连叹了三生的难难难 怎么样难呢 因为他在打坐 打坐的时候 发现他自己的心 实在是妄念纷飞 那如果自己打妄想 自己就会觉得很烦恼 我已经学佛学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会打妄想呢 我已经用功都这么努力了 怎么还是呢 很维系的烦恼 还是一直不断的伺机而出 伺机而动呢 所以他说呢 这修行真的是好难啊 光是要不打妄想 这四个字啊 就已经很难做 就犹如什么 石硕油麻 树上滩 就好像呢 要把这个油麻菜籽啊 这个像芝麻一样 这么小的例子 有石蛋的这个芝麻 要放在树上 要把它摊开来晒这个芝麻 我们知道呢 讲吃烧饼 没有不掉芝麻的 那如更何况 我们要把这个石蛋的芝麻 要放在树上 把它展开 要做什么 要晒 那晒了之后呢 全部没有一个芝麻 会留在树上 因为全部都掉到树下去了 所以他就讲了 这个很难啊 我们的念头 你要掌握它 你要不让它 能够 这个有一点点的 闪失啊 就像这个芝麻一样 不要让它掉下来 这是太困难了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那旁婆 就是他的夫人 就在旁边啊 听到之后 就哈哈大笑 他说啊 你啊 这是走极端路线 对我来讲 学习佛法最简单的 修行最简单的 这个啊 他就讲啊 意意意 意意就是简单啊 简单的不得了 怎么样的简单呢 白草头上 祖师意 每一根草 都是祖师 西来意 你会不会餐啊 每天在那边 捡芝麻 所以呢 他讲啊 所有的修行 很简单 你看到一只草 你就等着修行 你就有开悟的因缘啊 有很多人 他以为啊 如果我要开悟 我要在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设定 我要万元放下 因为师父说要万元放下 一念不生 心如墙壁 这样就可以入道 所以呢 就想啊 现在啊 每天这么忙 根本就是没办法修行 所以就会希望 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如果躲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就会开悟的话 那山间的野人 猴子应该很早就开悟了 因为他都没有人啊 可是我们会发现啊 即使你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呢 你还是没有办法开悟 为什么 因为你误会 万元放下的那个圆 以为什么都不做 就是万元放下 真正的万元放下是什么 就是要放下你那个攀缘的心 当我们面对一切境界 能观之心 对所观之境 起了攀缘的念 就会开始进入 大圣起心论里面讲到 三系六出 所以我们的心一动 我现在在听法 听一听啊 听到师父讲大圣起心论 就想哦 那是什么 所以又想到 我知道有一个师父呢 讲过这个大圣起心论的内容 这时候呢 你应该要听法 可是你的心呢 即使你是在意念 原念的是一个佛法的名词 你还是心已经分心了 跑到哪里去 跑到一个 另外一个师父 另外一个时空 这个时候呢 这个师父 他不是现在 你要原念的 他叫做妄想 所以好的妄想 也是妄想 不好的念头 也是妄想 那不好的念头是什么 我明明就在听佛法啊 我明明就在残堂打坐啊 可是呢 我去想到我的仇人 我有一个冤金债主 哦 他欠我两百块 到现在都没有还 非常可恶 你看他就欺负好人 一听呢 就开始有种种的联想 这是什么 这就是因为能观之心 不能够安住在现在 听闻佛法的 这一个能听的心 而跑到自己的记忆库里面 去找虔诚虚妄想想的 你如果想要再进一步了解 就要来研究楞严经啊 这师父呢 讲解的楞严经里面 我们讲到 佛法讲 我们的这个妄想啊 叫做虔诚虚妄想想 依着虔诚而产生的分别念 那你的所有的虔诚往事 都放在你的记忆库里面 还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回忆啊 所以有些人呢 他说我的人生啊 到最后有两个亿 一个叫做失忆 一个叫做回忆 我们呢 要么就是忘记所有的事情 要么就是一直回忆过去的事情 但是这个意到底有没有用呢 他其实常常都只是一种妄想 那我们再怎么痛苦 你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你会产生 这个错误的反应 我们再怎么样的快乐 如果你不知道 它是如梦幻泡影的 你还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过每一个当下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叫做虔诚 你要停止我们的分别攀缘 如果我们继续攀缘 继续回想 哦好的 哦这个大圣起心论 刚刚师父讲了 等一下我下课 我一定要赶快去翻 翻来 然后找到那个以前的 那一个笔记 以前的 这个过去的经验 然后呢 你就开始一直在回想 这时候啊 你的心就已经攀缘到 这个法上面 好那 另外一个更糟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想到那个冤家仇人 哦等一下呢 我会结束 一定要去找一个人 好好诉苦 喝个咖啡来宣泄我的烦恼 那你就 这个心里面就一直在 这个原念的境界 这个叫做一念不绝 一念不绝呢 我们就有能跟锁了 我能观的心 就跑到这个前程 继续在分别 继续在意念 有能见之心 有所见之相 所以这时候呢 有三个 维系的烦恼 那维系的烦恼 你还是继续不绝 你说 师父你们哦 都不能够了解 我们民间疾苦 我们最辛苦了 这个人有多可恶 你知道吗 是 我知道啊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还要继续 让他折磨我们呢 你为什么不走 解脱这条路 自在这条路 而要让他绑住呢 因为你不觉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自找苦失 所以境界为原 掌留出 有了这个烦恼的进来的 有了这个前程来的 不管他是过去的 还是现在 应该让你不能够安住的 一个勾引 一个外在的这个色身相位处 让我分心的这个程 都是属于前程 你不知道啊 你就继续 东张西望 继续攀缘 继续在不断的分别 所以接下来呢 就有这个分别制 我们就会有志向 就是开始分别了 我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呢 哇就爱不赤手 起了很多的贪念 不喜欢的呢 心里面很厌烦 每天呢 就在那边气呼呼的 为什么会又气又恼 然后有的又舍不得 又放不下 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于你的不觉 你继续在无名下去呢 这个分别 就会让我们养成习惯 叫我如何不想他 因为你照三餐在想啊 照三餐在起烦恼心 甚至于随时起心动念 都在攀缘 那这时候你没有踩煞车 就继续志向之后就相续 相续之后就直取 直取之后就记名字 就把它给记住了 记住只要以后 一想到那个某某人的名字 或者是跟他有关的一切 你就开始啊 产生很多的连锁效应 最后呢 起夜向 夜系苦 那最后我们就会被这个苦绑住 结果就是 不管你怎么样逃 不管你怎么样跑 不管你怎么躲 你都躲不了 因为这些冤家 这些烦恼 就在你心里面的这个攀缘性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叫万缘放下 你就知道啊 不是躲避就可以解决问题 不是你现在设定叫对方 你要闭嘴 你消失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就不会有烦恼 我们跑到天涯海角 如果心里的那个攀缘的念头 你每次一想到 一起心一动念 你就控制不住自己的 不断不断的起愤恨之心 没有办法停止这个仇恨 那你的心啊 已经不能够做主了 那不能做主的时候 你的心所起的 就是无边的业障 那要怎么修 我们就从这个念头来修啊 所以唐婆啊就讲 亦亦亦百草头上 祖师亦 随时随地 你只要能够关照自心 安住在自己的清静之心 不起烦恼念 不起攀缘念 随时都可以领悟 祖师西来亦 这以前有一个和尚 他经过歌楼祭院的时候啊 他就听到里面的歌器在唱歌 哇听到这个流行歌呢 一唱啊 他在唱的是情歌 他说 你若无心 我便修 哇他就在唱啊 唱什么 唱你如果啊 对我没有那个意思的话 我罢了罢了 其实他是一首悲伤的情歌啊 那这个歌迹啊 在唱的时候呢 百转千回 永远在那个地方绕来绕去 永远是情意绵绵啊 他觉得心里面很郁闷 很无情 觉得呢 自己很失落 所以呢 他借由唱歌 来抒发他自己的感情 跟悲伤啊 可是这个和尚呢 听完了之后 他竟然 开悟了 因为哇 原来所有的修行 就是如此啊 但至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啊 你若无心 那当然 这所有的境界 能够奈你如何呢 我便修啊 所以连魔王 都要唱这一首歌啊 如果你不被他相应 不被他勾引 那你管魔王出什么招 磨所有的伎俩 你只要不相应他 你如果不要去攀缘他 他怎么样的攀缘 他怎么样的生气 他怎么样的烦恼 怎么样的诱拐 怎么样的恐吓你 你都无动于衷啊 那你只要无动于衷 在那眼睛里面就讲 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风没有办法把光给吹断啊 刀没有办法把水给切断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会修行的人就知道 没有什么境界 没有什么时间 不能修行 只要你能够懂得什么叫做万元放下 那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呢 来看 修行真的很简单啊 穿衣吃饭 喝茶吃饼 都是在修行 所以这知一切法 是起功德行脏 那 旁公说很难 旁婆说很简单 到底是难还是简单 两个夫妻呢 看起来又要有一番的辩论 大家就争执不下啦 其实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又在吵架 其实不是吵架 是在论法嘛 因为我站在角度里面 就有不一样的体会 的确 修行有时候真的很难啊 行为罪手 心事恶愿 那我们呢 真的常常啊 觉得自己的念头 真的管不住啊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好简单 好像随时呢 都快要开悟了 所以到底是简单还是难 他的女儿林造啊 看到父母亲各自一词 他就出来讲一个中道啊 他说啊 也不难 也不易 就是什么 鸡来吃饭困难年 你只要懂得啊 肚子饿就去吃饭啊 吃饭的时候 欢欢喜喜 充满感恩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你吃一顿饭 功德无量啊 肚子饿的时候 吃饭啊 不要吃过多 你如果贪心 你就会一下子啊 吃过度 你如果 称心 你就食不下宴 你如果要跑三点半 每天呢 被这个债务追着跑 被压力 压着 或者是呢 你刚好坐在 一个冤家的旁边 你一口都吃不下 山珍海味 也会没有办法 食不下宴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呢 吃饭啊 就是一个修行 看你用什么心 所以 鸡来吃饭 困来呢 眠呢 你睡觉就睡觉 睡觉了之后呢 一夜五梦 让你自己啊 身心很自在 精神饱满 又是快乐的一天 充实的一天 所以每天呢 这个过去啊 在趟 这个 这个 过去的古人呢 就在 就已经就在讲 每天每天都是一个 好的开始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我们也是 日日是好日 如果我们能够呢 每一天 都知道修行 那每一天 都是最好的时机 每一个当下 可能 就是伟大的 开悟的瞬间 所以如果从 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就知道 哇 原来佛陀教我们的 是一种非常高妙的 生活的 妙法 当我们能够 懂得修行 它不再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 也不是一种功课 它是每天 法喜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 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呢 你就会 知一切法 是起功德行脏 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积功累得 功德无量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啊 修行 要有效果 要有它的作用 这个效果跟作用 就是让我们 所有的人 都得到 很大的快乐 而且这个快乐 不是透过刺激 而是内心 智慧的启发 这时候 你的举心动念 行住坐卧 都是佛的神通妙用 这是非常殊胜的宝藏 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来开发 自己内心的宝藏 让自己成为一个 丰富 充实的人 让自己人生当中 所遇到所有的人事物 都是菩萨的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姨多佛